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加坡籍爱国华人 文学学士 现任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 筹委会主席 新加坡中华国学研究院院长 新加坡此事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编 中国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卜生先生发现了人类文化的DNA 以及华夏古文化全息智慧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 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 揭示了全老科学开发的秘密 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 张卜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 成功地将中华古文化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 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 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 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 在高度上 广度上 深度上再造人生 揭秘了神秘文化 将宗教文化理性化 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 古为金庸 难能可贵的是 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 与企业经营管理 人生管理 进行了体质余生的实践 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 将一个原本产值是零的企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使其产值达到七千多万软人民币的水平 职员从四个人发展到四百多人的规模 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 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 为什么这个满意上师呢 让咱们彼此都要称菩萨 大家真是菩萨 这一分享 从小的时候就在寻寻觅觅 实际上这就是你们的前根 这也是众生的如来藏 如来性 所有的众生在生命中 绽放出最美的光 实际上就是如来性 就是如来藏 就是如来光 只要他活着那种如来的自性 光明 就在他的生命中 这是为什么佛陀说 每一个众生皆堪成佛 实际上我们从小到大 冥冥之中 你都在寻找的 寻找着一种回去本源的那条路 就是回家 归家 归到本源 归到你最初的第一个父母 卫生你前的那个本来念的 这个在禅宗中叫明心见性 在我们的大原漫法里面 它就叫果地光明 果地光明 你原本就是从那个光明中被遮蔽了 然后被自己的这个浩天的意识 遮蔽了之后才在一步步的堕落中 所以我们应该觉醒 叫自觉 把自己的光透出来 然后寻找这个自觉了以后 寻找解脱的这个方法 然后再用来去觉它 自觉觉它 当我们这个觉醒都圆满的时候 觉是觉悟 行是行动 都圆满了以后 功德就圆满了 然后我们就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本出 本来的那个面目 这是证明大家找到了自己应该找的路 那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正法跟外道不太一样的 外道的神通也是十分广大的 这个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这是不能通过一个神通来界定 一个修行者的真正的果地是否就是正道 那么怎么样去鉴别一个修行者是正道 实际上就是看这个人发美发菩提心 他是为自己的名闻力养展现神通 还是为了普度众生而自然地拥有了神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是正道跟歪门邪道 旁门左道 魔道的一个差别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去验证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团体 或者是一个组织 他们是否在传正道 那就看菩提心是否真的发起了 这个发菩提心 有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所以不是光有怨就行 他还要真正的能把菩提心行出来 那么行菩提心里面 到上面是圣意菩提心 他要有空性 空性他就是没有我 没有我不是没有这个人 而是连他所在的机构都没有我 不能说我不为我个人 我为这个团体 我为这个寺院 我为这个组织 那这个也不行 那这个还是有我 只是把一个小的私我变成了一个大的私我 所以从这个有五菩提心就分出一个正邪 有五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就分出一个是否是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人我法无 人有我 法有我 说我的法最高 我这个团体是最厉害的 那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违背圣意菩提心 这是我们从前面讲过的这个部分 那么还有三摩地菩提心 到三摩地菩提心是实证菩提心 前面还可以说是礼上可以动 到了这个三摩地的时候 那就是不动地 不动地的菩提心 月轮祭祀 阿兹观 由阿兹生成的这个十六曼达拉 然后等等的往上延伸的 那这都在这个三摩地中生起 它就有洗地 有成就 然后就有事业 有结膜布展现出来 阿兹虽然本不生 但是以因缘而生万法 万法因缘生 因缘聚会时生成 因缘散尽时 这个万法皆消云 所以这从三摩地菩提心上来看 那么最后是昆达利菩提心 就是明点菩提心 那是最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菩提心 可以分出叫向来的次第 你们像之前受到的这个教育 你可能是在佛法界中 或者是在某一个宗教团体中 你在接受这些教育 但是你以这个菩提心的次第 可以分出什么 可以分出这个 你之前接受的教育的层次在哪里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代表正法的一个 厌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分 第一 它是否正法 就看它有没有菩提心 有没有我在里面 有没有进入空性的智慧 空性的智慧产生了以后 它又没增上意乐 然后升起这个三摩地菩提心 就要做功夫 就要施政 就是教理行政 最后要走到行跟正 不是光在教跟理上面去 最后的最高指规 你回到那个昆达利明点菩提心上面去 那就回归了你本源的那个原始的状态 我们本来这个宇宙就是从一个点上面生成的 叫宇宙的大爆炸 就是一个点 在真空中形成的一个点 真空能量 真空粒子里面给你们讲过的 形成一个点 由这个点生成两个点 两个点再崩撞再生成一个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三生了万物 生成了这个七世间 生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 所以我们最后要从整个的万物回归三 三最后再回归二 二再回归一 回到一上就是一个明点 再从这个明点回归真空自然 就是大化自然就回归那个原本了 从那个点最后也要不生 不生了它就不灭了 它就回归到那个真空了 真空跟妙有又同时的句子 真空不矮妙有 这个在六祖的讲课中提到 真空不矮妙有 就是这个房间是空的 正因为空我们才能走进来 我们才能坐在这 但是这个空它不矮有 什么意思 这里面有凳子有电脑有大屏幕 有所有的空间中的东西 真空都把它包容下来 没有把它踢出去 真空不矮妙有 妙有也不矮真空 妙有存在这个真空中 真空没有少一点 叫不矮真空 所以这个境界最后就变成 我们修法到最后的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就到了我们走线的最高的第十一个层次去了 叫不二 叫圆融 真空跟妙有同步一体 不二 就进入不二的最高境界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菩提心的叫法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你是否真的生起菩提心 我们说菩提心重要 能否生起菩提心 所以我们还接着有两天的课程 要把它完成 那这两天的课程完成了 应该你会真的能够生起来了 不然的话你这个说 我知道菩提心很重要 但是没生起来 没有这个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就不用想 你做出来的任何事情就是在菩提心中在做 你说出的话就是从菩提心中流淌出来的话 你的意识的做意 那就是在菩提心中做意 在菩提心中一做意 你就是把八十转四致 虽然是在做世间的事业 但是你在菩提心中做 皆是功德 就变成你不是在打坐的时候才有什么功德 也不是在修法的时候才有什么功德 而是在二十四个小时的行住坐卧 你在做世间的为了谋生的事业中也在做功德 因为你在这个菩提心中流淌出来 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升起是很重要的 那么怎么升起 所以是我们今天进入七支因果的教授 那这个是跟阿底侠尊者所传的七支因果 七因果教授的教法 他教是教理 授是传授技术方法 所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完成 那么七支因果修法的道理 圆满佛果从菩提心生 所以说我们要修果地从哪里下手 从菩提心生 换句话说你没有菩提心的话 你不能直接进入果地修这 那你还要从阴地上一点点上 那菩提心从哪里来呢 菩提心从增上意乐生 什么叫增上意乐 增上意乐就是 我不单要利自己 我还要利乐友情 这个叫增上利乐之心 利乐友情 我自己要成佛 我利乐友情 让友情我能够射受它 然后也引导它一起成佛 这个叫增上意乐心 所以菩提心从增上意乐心中生出来 那增上意乐又从哪里生出来的呢 你为什么多管闲事啊 你管自己成佛就好了 你为什么还管别人成佛呢 增上意乐从大悲生 大悲 就是无缘我都要大悲 所以我们这个难言腐提众生 这个身口意所作皆是恶 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小心走路 你不小心把个蚂蚁踩死了 把个蜗牛踩死了 如果是一个人活生生的被大象踩死了 空难死了 被车撞死了 你会感觉到很伤心 但是你的大悲有没有普及到 不是人 不是人的生命体上 那么你如果普及到了 证明你的大悲已经从人类身上 已经开始向动物身上去普及了 就是立了所有的友情 不是光是人这个友情 神知这个大圣行者不踏青草 他叫无故不踏青草 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把那个青草都践踏了 不要伤害它 那你的大悲心就流转到了植物身上 所以我们的增上利乐要使友情皆称佛 那这个增上利乐从哪里来 是大悲 你的大悲心生起了 就生起了这个利乐的心 那么大悲从哪里生呢 大悲从慈 慈跟悲是两个事情 悲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慈是让众生永远的没有苦 悲是离苦 慈是让他们没有苦 母亲生你的时候 把你生下来了 天热了赶紧给你盖空调 冷了赶紧给你盖棉被 他不让你有苦 饿了赶紧给你喂奶 不让你有饿的苦 生病了赶紧给你去治病 不让你有病苦 这是慈 这是慈 这个悲从哪 从慈 不要让众生有苦 那个是说 他有苦赶紧使他的苦离开 那是悲 悲从哪里来 从慈生 慈从哪里来 慈从报恩心生 所以我们对父母的词 来自我们的报恩 因为没有父亲母亲 没有我们今天 没有我们这个生命 也没有我们的所有 所以从报恩心生 报恩心从哪里出来 报恩心从念恩心中生 你要知道那是恩 并且不要忘 念就是念念不忘的意思 就是当下心永远的不舍 不离开这一念叫念 所以从念恩心生 念恩从知母生 所以我们往往要培养这个恩德 感恩的这个心 知道有恩的心 从自己的母亲开始看 知母 知母 所以这就是七知因果的修法 所以我们要修菩提心 从哪里 你要从增上意乐开始 增上意乐从哪里开始 从大悲 大悲从哪里 从这个报恩 报恩从哪里知道念恩 念恩从哪里来 从知母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如母众生 就是所有的众生生生世世 他都有可能做过我们的母亲 因为我们无始绝的生死轮回 我们在六道中都轮回过 我们不是只在人道中经过了无始绝 你看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本生计 他有的时候做过孔雀明王 有的时候做过这个大象 有的做过鹿王 你看他的本生计里面 一世一世的他讲 当时他是鹿王的时候 他带着一群鹿怎么样 当时他是孔雀王的时候 他带着一群孔雀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读过孔雀明王经的话 知道那个孔雀王 那就是释迦牟尼的有一世 有一世 所以才有孔雀明王经的来历 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母亲之母 要知道自己的母亲不是仅仅是人类之母 不是人 你在动物里转世的时候 比方说你在触道的猪道里面转世的时候 那个母猪就是你的母 所以所有的生命 每一个没有母亲的 有化身 有胎身 有卵身 有死身 死身也有母亲 他是大自然的一个为母的一个化 有死化出来的 化身 凭空的 像萤火虫从这个凭空中化生出来的 大自然化出来的 那也是它的母 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要知母恩 从知母这个地方开始生起念恩 念恩 既然念恩就会感恩 感恩那你就生起了一个报恩的心 通过这个报恩 你的慈心就流露出来了 就不想让这个乳母的众生去受苦受难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慈心就生起来 然后再从这个慈心 那么就是一旦的有这乳母的众生 有苦了 要赶紧让他离开 我们这个生命界有八苦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冤赠会苦 那么等等的这个总共有八种苦难 所以让所有的众生都从这八种苦难中离开 离苦得乐 这就是产生的悲 所以看着自己的孩子生病 不能给他治好 悲从中来 把自己身上生病 他的病好 那这就是一种悲心 爱护孩子不让他生病 那这是一种慈心 照顾好他 这是慈心 所以说从这个大悲你就生起来了 我现在让他离苦了 得到乐了 但是这个不永恒 我要利乐他的话 我能不能让他永远的没有痛苦 那这就是要愿他成佛 出离六道 出离心生起之后 希望他也发菩提心 然后也想成佛 也是为了更广大的利益 众生去利益他们 他也想成佛 那这就是增上异乐心 那从这个增上异乐心 你的菩提心就坚固了 就真生起菩提心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不起菩提心 你的这个 这是七个连环的因果 叫七支因果 从这个知母 到念恩 到报恩 那么到这个慈心 到悲心 到异乐心 到菩提心 总共七个 叫七支 七支 为什么叫支 就是从一个根上 分一个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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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从那个支上分出来的 所以叫七支 七支 那么我们的菩提心没有生起 那你要找问题在哪里 大部分就是说 不知道知母的这个角度 为什么 到今天这个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自由平等 跟自己的父母也是自由平等的 跟长辈也是平等的 跟尊者也是平等的 实际上之前我给大家讲课讲到 它是不平等的 人家有这个社会地位是因为人家对这个社会贡献的大 社会对它的认可度高 所以它才成为部长 成为总理 那么我们应该对它恭敬 生起敬仰之心 生起恭敬之心 那么我们都会被三字敬 要离开家的时候 一定要告一下父母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一定要当面见一下自己的父母 我们今天都把父母当成真空 当成过路人 回到家里 有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懒得说 甚至是我们不在父母身边 然后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今天铁石心炸 到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心 铁石心炸 为什么 理由就是忙 忙就是忘了心 忙字不是一个忘一个树心吗 就把心给忘掉了 你的真心忘掉了 不见掉了 所以是心中没有父母 没有母亲 所以说我们今天 现代的人类 很难生起这个菩提心 因为从织母这个方面 我们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实际叫如母众生 其中含着自己的父 我们最敬爱的两个人 一个是父 一个是母 那么这个支母 也含着要敬自己的父 要感恩自己的父 所以从这个支母开始 那你要感母亲的恩 下面当然有细的讲解 所以我们从自己的母亲的身上 容易生起菩提心 容易生起慈心悲心 一直到增上意乐心 愿自己的母亲生生世世 永远没有任何的痛苦 愿她出离 愿她往生极乐 愿她能够成佛 最后菩提心就坚固了 再把自己母亲身上的这种 增上意乐心 扩大到所有的众生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 大悲为大圣道之根本 首先 为发菩提心者 使其发心 既先以大悲扰动其心 使其生起不忍之念 发起为一切友情 去除生死之苦的誓愿 若悲心弱 则不能发起这个愿 大悲为菩提心之所依 大悲若断 菩提心忌断 戒业经说 诸菩萨行 以大悲心发起 以友情为依 相头山经中说 文殊势力 云合为诸菩萨 进道行 云合为处 文殊势力 达悦 天子 诸菩萨 进道行者 大悲也 处也 友情也 处就是你要跟友情 同处一个空间 同处一个时空 用大悲心跟他同处 那么意思是说 入菩萨道的修行 就是对友情发起大悲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法会 忏悔前一定要引导大家 能够生起这个大悲 大悲移动 真心发动 增上意乐 然后菩提心就生起了 特别你的灵的 被埋没的 在你的躯壳中 被埋没的这个灵 被遮蔽的这个灵 它就容易透发出来 它一透发出来 光跟明出来了 然后你的三毛地菩提心就生起了 在这个上面 我们在生起忏悔先 用自己的心念力 愿一切友情 接着处理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 往生诸佛进度 还有让所有的在三恶道中受苦的众生 能够得到超把 从三恶道中出离 而进入三善道中 这是我们每次法会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就看出来了 就是你要想这种法会的成功 一定要让大家的大悲心先动起来 扰动 生起大悲 大悲一生起 光容易透出来 灵性容易觉悟 然后超度也好 超把也好 这个都就可以得到殊胜的成就 而不是只是在门搞了一个演戏 搞了一场戏 第二 然后一发菩提心的使之增长 也就是当你菩提心 这个 这个生起的时候 要增长 在中间阶段 这一发的菩提心 还要使他不断增长 如果只一次发心 见友情数量太多 行为暴恶 且菩萨难行 又多无边际 如实心生怯弱 退入小胜 所以中间阶段就要不断的发心 渐渐令菩提心增长 不顾自己苦乐 对利他的事业不厌倦 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够 对利他的事业产生厌倦 你只要不厌倦 则用于圆满自良 圆满自良 一个是福 一个是会 所以即便你要往生西方极乐 都要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这个福是个很重要的资粮 福德是一个很重要的资粮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资粮 叫两种资粮 你的福从哪里来 这种资粮从哪里来 就是从发起菩提心以后 做利他事业 平常时间大家都太忙了 在工作中 很少有能够参与到利他事业的机会 说法会期间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全力与佛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钱跟时间都没有的 就发心 支持 那么这个就是使你的菩提心不间断 不停地在增大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参与 也没有今天参与 那你的心随喜功德 赞叹功德 那也是有了功德 不是说我没有时间参加 我又没有捐钱 我就没有功德 有办法 就是随喜 赞叹 说你们做得好美啊 你们做得好成功啊 你们好厉害啊 你也有功德了 这个叫随喜功德 这样才是自己的菩提心不至于断 以诗而言 舍弃生命也不灵习 以人而言 为任何友情受苦都无所畏惧 诗就是说 我们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利他事业中 我们的各种不失 财不失 法不失 无为不失 那么需要的时候 把我的命拿给你 我都愿意 那么从这个人来讲 为任何友情受苦都无所畏惧 有的人跟我讲说 这个老师 你让我这个一个月烧一次金银纸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我发现这个 现在找我的那个阿飘越来越多了 这个这哪好 之前没有烧 人家不来找我 现在我开始烧了 这找我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为任何友情受苦 他是害怕 害怕都来了 我这哪受的呀 他有所恐惧 实际上这些来找你的都不会找你的麻烦 都在护持着你 为什么 你有问题了 他们没人救了 所以在你帮他之前 他一路都在周围护着你 护着你干什么 让你清清静静的 多赚点钱也好 身体健康点 为什么 他等着你烧那个东西给他 你生病了没人给他烧了 你钱不够你买不了那个东西了 所以你糊涂 所以越找你的人多 你的钱赚的越多 你的事也反倒越顺了 再说我们即便是有苦 为了友情受这种苦 受得越多越好 从忍辱这个方面是这样说的 可以说菩萨为大悲心所驱动 全部自顾 就是不要顾自己 我是这些东西在我身边了 我身体不舒服了 还是不可以自顾 唯求利他 就是对他们有没有好处 对他们有好处 多多益善再多来点 所以这是完全利他 不自顾 不要考虑 然后因此能够难行能行 长久极致 你们都想自己的辅慧资良多一点 从这个地方就是长久的极致 虽然是很难 但是要坚持 难行能行 所以这个是告诉大家 你要发起菩提心 要不断地做利生事业 利他事业 使自己的菩提心不停地增长 这个是未发的要通过大悲发 一发的要让他增长 就不停地做利他事业 所以释迦牟尼是最后度尽了最后的一个弟子 在他那一世应该度的一个弟子 那么他才走了 否则他还是不能走 他还在等他 所以是这个没有停止的时候 然后第三最后 一证佛果利落友情 最后就是一证的佛位 因有大悲心 所以不住寂灭 常住世间 你真正证了 为什么我们要证法王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证到法王 你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住在这个世界 才能度众生 所以这个是一证的佛位 因有大悲心 所以不住寂灭 常住世间 菩萨在初中后三个阶段 片刻都不离大悲心 时刻照看友情 随类化身 近虚空见利益友情 虚空无尽 菩萨事业也无尽 比如种庄稼先播种 中间失水肥最后成熟 成佛也是这样 从开始发心到最后成佛 都依赖大悲 这是岳称论世所说的 所以是因为你有大悲 所以是你即便成了法王 你也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直到你应度的众生度尽 跟你有缘的无缘的 能找上你的都度尽了以后 没事干了 走了 就圆满 他方世界再去度众了 因为这个世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并不是入寂灭了 而是到他方世界又去干事去了 所以从密教来讲 释迦牟尼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只是化身佛 他的报身并没有来 他的报身还在另外的一个佛国 再度众生 他的化身完成了这个度众生的使命以后 又去别的佛国跟他有缘的去度众生了 度众生没有尽头 没有完结片 只是说在某个时间空间你完成了 在另外的永恒的这个世间 时间跟空间里面 所以是永远的不停止度众生 诸佛菩萨是这样的 有人说自信没有光明 见到此光明 菩提心自然升起 这不准确 不是说你见光了 你的菩提心就自然升起了 如果仅仅是见光 还有可能成魔 所以为什么这个满意上师 他这次来给我们带来 这个次第修法的路线图 这个相当殊胜 从前行到家行 最后到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 最后是大圆满次第 最后是心部戒部 无上的诀窍 社学妥感 那么这一路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次第 那么我们现在 接下去要倒回来 修180天的前行跟家行 把自己的菩提心 先是出离心 再是菩提心 好好的升起 还要好好的拆毁自己的业障 这是前行 家行这个部分 那么有着这个基础之后 基本上可以保证你不入魔道 有一些修法者 他直接从道次第进去的 道次第就是圆满次第 就是直接炼光 现在西方很多人在追求这个 直接炼光 但是直接炼光 他前面的出离心 菩提心都没升起 那本尊他又没有炼 所以在道次第 在圆满次第直接修光的人 很多的就变成了邪魔外道 因为他没有菩提心 他就不是正法 有了神通 自私自利 为明文立养 自私自利 使用神通 展现神通 迷魂颠倒了一大批人 对这些人的教法 也不从前行 家行 出离心 菩提心 开始教 那么直接去教 求神通的方法 那这个就误导了群生 误导了大众 因为菩提心不升起 那你就是一个自私鬼 你不可能成菩萨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有人说自心本有光明 见到此光明 菩提心自然升起 这并不准确 宗科巴大师指明 菩提的根本 只在于大悲 这才是正路 宗科巴大师的功劳 就在于收集了此类重要经典 正设法经说 受义法一切在手 这个所谓的义法就是大悲 如同命根 命根若在诸根记在 大悲若在诸法习在 由此可见悲心多么重要 有人说悲心为前法 应先学高深理论 还有人认为悲心为愚笨之法 先学气脉明点 这些知见都是错的 初学者聂张众 往往不易发起此心 应当先忏罪集资 虔诚祈求上师三宝加持 往昔有让哪种端巴尊者 博学无名 却还不知最关键的法药 就问阿底辖尊者 尊者只回答 舍此事心修菩提心 很多人是为了事先法的一些原因 去修一些秘法 所以阿底辖尊者告诉他 你舍掉这个心 发谱的心 中敦巴将这话告诉格西登巴 格西笑着说 这是尊者所吐露的心药 所以真法的心药在哪里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次为什么拿四天时间 来引导大家发谱的心 从怨菩提心到行菩提心 真正的能行出来 这是给大家指示的心药 指示的心药 有的人他是说 练了很长时间的指观 也不见宝月轮 因为宝月轮的出现是三摩地菩提心 你前面的圣意你没有进去 为什么没有进去圣意 怨菩提心你没有 你根本就没生起那个愿 后来行菩提心你也没行 所以是圣意空性 不是你知道空性就完事 而是要正入空性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心药就是舍此世心 世就是世间的任何的心 修菩提心 要知道这是法的命脉 成佛路上只有这修悲心最难 如马明菩萨说 佛之心宝贵能源菩提种 为佛之私药愚人莫能及 而现在的修学者大多追求高深的理论 而很少注意到菩提心和悲心才是真正的信药 所以这前面就开始了一下三个重点 就是大悲为大声道之根本 大悲是发菩提心的根本 你必须从大悲入 那么下面是七知因果之间的关系 刚才讲了从知母开始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关系 第一从知母到慈心已成大悲之因 就是大悲从哪里发起来的 最切要的是从知母开始 再产生了慈心最后产生了悲心 那么大悲心为增上心 就是菩提心的因 同时又是知母念恩报恩慈心的果 也就是你先从知母念恩报恩慈心 这些因开始 那么你才能生起大悲心 大悲是果 然后因此因为大悲 就是想使有情离苦的心愿 如果想到有情的痛苦 虽然也能发起悲心 但因有情太广泛 所以发起很不容易 即使能发起悲心 也不猛力不坚固 对于友情必须先认识到 与他们关系极密切 且对他们极珍重极爱惜 而后再念到他们的苦 才容易生起悲心 而且猛力坚固 如果亲人有苦 则不忍心 如果仇人有苦 则生欢喜 如果与自己关系一般的人有苦 一般是反应冷淡 对于亲人有几分真爱 对他们的苦 就有几分的不忍 若见仇人有苦 非但不希望他们离苦 还希望他们更苦 这是不悦意所致 对于自己关系一般的友情的痛苦 则既没有不忍也不会高兴 因为对他们既无悦意 也无不悦意 人与人之间 最亲最爱的就是母亲 能观一切友情为母 则对他们的痛苦必然极为不忍 所以把知母念恩报恩 是为发大悲之心的因 若无此因就无此果 有人认为悲于慈 互为因果 则亲因果的数目和次第 就不是现在这样 而不知互为因果的慈悲 是指拔苦的悲 与欲乐的慈而言 刚才讲了慈是给予乐 那么悲是要拔出他的苦痛 可此处的慈心 是指悦意的慈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争上意乐 其发心已成其果 以前面的次第休息 生起悲心 则为利有情而成佛的誓愿 也能生起便于足够了 为什么中间又加上一个争上意乐呢 殊不知慈悲二无量心 生闻远绝也有 只有这符合一切友情 欲乐拔苦的责任心 生闻远绝没有 而为大圣所独有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增上意乐跟解发心 那么已成其果 就告诉说 慈跟悲 修阿老汉的谈意有 生闻远绝也有 所以他不能成菩萨 为什么他不利他 我们叫自了化 他也修慈悲 但是最后是为了自己的解脱 他没有利乐一切的友情 只有你能够何丹如来家业 替佛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 把一切友情之苦 所有的众生的苦都要去救把 那这就是增上意乐 他在这个慈悲之上 还有增上意乐 才能真正的发菩提心 所以生闻远绝他是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他最后成就了小果 这个菩提心才是大圣之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悲无量心可以直接升起菩提心 则小圣也应有菩提心 否则小圣就没有悲心 所以要发菩提心需在悲心之后 加上增上心这一次点 增上心刚才说就是要利乐 一切友情的这个为增上 那么在宗科巴大师之前 也就是嘎当派的诸善知识 对于此七因果次第的道理 也未能明显清晰地解释出来 一般修行者都以悲心直接修菩提心 并且所修的为四无量心 四无量就是慈悲喜舍 而先修平等舍心 直至这个知母四个次第也不明昔 是宗科巴大师首次执名 发菩提心需要有超越生源的悲心 不仅要考虑如何令一切友情离苦得了 还必须制成何其此重担 就是你必须要替众生担担的 众生挑的担子太重了 你接过来挑 也就是他的因果 你挑过来受 替众生这个叫同体大悲 那么这个就是增上意乐 所以是那么一定要制成的何其此重担 如海慧问经中的比喻 独生子堕入粪坑 他的母亲和亲戚都彷徨犹豫不知所措 他的父亲却跳入粪池将他救出 以不进坑来比喻三界 也就是我们所述的这个下三界 独生爱子欲有情众生 父亲欲菩萨投入粪坑救起独子 欲菩萨能担负拔苦的重任 不计一切地跳入三界拯救友情 他的母亲和亲戚比喻作生温圆绝 生温圆绝身有悲心 也仅仅如母亲和亲戚一样的在盘 忧坦而已 就是因为生缘没有增上心的缘故 有人认为生缘也有悲无量 而不知他们所为的无量 仅仅是希望无量有情离苦 却还没有为一切有情而符合责任之心 况且他们的这种无量悲心外道也有 如无色界天人原念下界 也能产生怨他们离苦的无量悲心 但并非这负担拔苦的责任心 菩萨惦念一切有情的痛苦 而且负担起拔苦的责任 所以能发心成佛 这就是差距 说大家光有慈悲心不行 你有下去跳下去救他们的这个心 三界很污浊 我们今天为什么被误导了 很多人说我们到末法时期只剩净土宗了 到这个时候只有念佛去往生净土了 这个好比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痛苦者 你死掉他们不管了去逃跑了 你得到一个方法你去往生西方极乐了 而这些如母的痛苦的众生 他们不知道要念佛 也不知道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愿意去 那么他就在这痛苦 你居然置之不理 所以就违背了大圣教法 不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什么 我不能去西方极乐 我即便能去我也不去 什么时间这些苦难的孩子 苦难的如母的众生都走了我就走 否则我陪着他们在这受苦 陪着他们挨饿受冻 我替他们分担一点饿 分担一点冷 他们就可能暖和一点 他们的因果我来背 我来承受 所以大家具足了菩提心以后 成就就在那个很快的就成就了 并不是你学了很多 练了很多 而是你真有菩提心 真敢为众生担当的时候 这个菩提心成的同时 你很多东西就成了 你本尊升起也成了 你的道光明也成了 你的心完全透明了 完全放大光明了 那不就是道次第的东西了吗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菩提心好好地理解 说我们今天的误区在哪 就我们赶紧逃跑 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家 然后这个污作恶事 太污作了 末法时期 不能成就 不能待在这里了 那这个用菩提心一检 一检查 我们发现浑身寒毛直树 这错了 不能走 鬼子进村了 我们要拿起枪来保护家人 不是我们腿快先跑 让家人被他们杀 这个是增上意乐的菩提心 是担当 所以我们错在哪 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谁讲错的问题 谁讲对的问题 而是不如法 所以我之前听到这个我就不愿意听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是个大菩萨 我来人间就是要把人都带走的 我不能先跑 那去极乐多容易啊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先跑 那这些儿女怎么办 这些如母众生怎么办 所以你们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都是道家慈行来的 都是活着的菩萨 不舍众生 不能够搞逃跑主义 什么时间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众生都度尽了 我们没有心思了 我们在悠哉悠哉的去成佛 悠哉悠哉的在极乐中享受 不能够说家人都泡在洪水里 你还在住五星级酒店里面喝着红酒 为什么我才不管呢 我是解脱了 我现在在极乐世界 他们泡在洪水里面 没办法 谁让他不跟我一起跑啊 我才不管了 有这样的孝子吗 有这样的一个善心人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 在世间法都讲不过的 出世间法更讲不通 为什么现在很多念佛者不能往生 原因在这儿 自私自利 逃跑主义 只为自己不顾终生 所以他也成就不了 今天不发菩提心的念佛者 十万人 只有一两个成就 不出成就者 问题出在这儿 所以这一套七知因果的教授法 它就特别的重要 让大家明了 我们不能犯逃跑主义的错误 有人说声闻无悲心或五大悲心 这都是名相上的争执 其实声闻圆解也有悲心 只是没有增上心罢了 波邦嘎大师说 波邦嘎大师说声援不单有悲心 就是亲人才有责任去照顾他 而是所有的天下众生都应该去照顾他 所以是这种增上心 他们所具有的悲心与之母等心 均为不打算负责任的悲心 没有承担责任的心愿 就没有承担责任的勇力与方便 入前述独子堕会的比喻 父母的悲心等同 而他的母亲就没有入坑救子的勇气 那么父亲却有 就是因为他多了一种增上心 所以必须发起增上心 而后才能发菩提心 你不想担当责任 不想救赎众生 不想为众生去负担罪业 去负担污浊 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你光有慈悲心不显 为什么菩提为因 大悲为根 那菩提才是种子 虽然这个菩提要大悲 不停地去浇灌它 使它不停地增上 不停地延续 不要断 所以大悲为根 但是没有种子 你有大悲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菩提心 然后用大悲水去浇灌它 发起增上心后再思维 我现在究竟能不能拯救一切友情脱离痛苦呢 你增上心有了 你想把那个孩子从风坑里救出来 你会不会游泳呢 你不会游泳你是有增上心 你跳下去你也跟他一起死 所以发起增上心之后 再思维我现在究竟能不能拯救一切脱离痛苦呢 一切友情脱离痛苦呢 心想不仅我不能 即便是身闻圆觉身有悲心 也不过只能自己解脱 如身通第一的木剑莲 长且不能救他自己的母亲 何况令一切友情获得现前和究竟利乐呢 这样的重担只有佛能担当 由此发愿必须要成佛 所以为什么发菩提心里面有一个环节 必须是要成佛 这是从增上心生起的 增上意乐的心生起 我要有这个能力去救他 那么我必须要成佛我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前面讲菩提心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环节 第一 我一定发愿要成佛 这个是誓愿 誓愿就是必须要把它干成的 不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就一定要成佛 那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只有成佛我才能救他们 如果不成佛救不了他们 所以这个是菩提心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要成佛 今生成法王 今生度众生 要敢敢的立地成佛 寄身成佛 寄身成佛是寄此肉身成佛 不是死后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心 你就没有菩提心 也就是说你就是娇丫败种 那个史利弗跟佛陀讲 我们这些阿罗汉已经是娇丫败种了 为什么 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因 就没有成佛的因 他用的是阿罗汉的种子 不是佛的种子 叫娇丫败种不能成佛了 就像那个种子被火烧了 被水煮了 他再有大杯水 他也不能够成佛 所以是为什么佛在法华经中 把阿罗汉 把生文圆诀都称为佛门外道 原因在这 就是他不能成佛 因为他没有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成佛的因 再加大杯水去浇灌 那么成佛了 你才有方便为究竟的神通力 这是一连串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中段只有佛能担当 所以我们要成佛 如果只为一己之力想成佛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则菩提心发不起来 所以我也想成佛 但是我就是害怕这个六道轮回太苦了 我要出离 我要成佛 这个就没有菩提心了 因为少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要救赎众生 我要利他 找了那个环节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菩提心 也没有生起菩提心 所以很多念佛人他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去不了 因为他不要利他 要逃跑 逃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方 诸大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 诸大善人都是要度众生的 都是要行菩萨道的 所以他到那去不再堕落 才进得去 你这个自私鬼你进不去 很多念佛人 我这个世界太苦了 我不要再受苦了 我要去找极乐 那里都是乐 你这个一发心 统统都是行菩萨道的发心 自私自利的发心 是不能够成为的 所以念佛法门是一个很好的法门 这是佛所说的 我们首先要赞叹 首先要拥护 不是说不好 但是你的发心一定要正 你是要成佛 看着这一世年纪大了 没希望了 他在堕六道中在断了成佛的因 所以说我发起人要利乐有情 我要救赎众生 我必须要成佛 我不能再堕落了 所以说我在这个世界没把握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修行 然后在那修行以后 我成佛以后 道价慈航回来救赎我的如母众生 这个就可以成佛了 这个因是对的 这是菩提因 这是佛种 所以你的莲花池中 莲花池里面的莲花上里面的种子是佛种 你才可以配进极乐世界中去 如果是个人天种子 你想在那享受 躲清静 那这是人天的种子 他不能够在莲花池里面长大 他不能够在莲花池里面长大 所以这些顺便是给大家讲 建只有成佛才能拔出友情痛苦而发愿成佛 这样菩提心才能生起 所以没有大悲 所以没有大悲就不生菩提心果 而没有知母乃至悦意慈心为因 就不能生大悲果 大悲心与前因后果相通 应该依照这个数量与次第而修 如果只观照四无量仙 无知母等次第也不能生起菩提心 这是宗喀巴大师指明的发心恶药 对于学人大有恩德 以上是向遇上路者指明路见 下面就是要实修之法 实修之法 那么就是正修之次第 因为前面是讲理后面是讲法 所以是七知因果的教授 那么第一个部分你要与友情修平等心 第二个部分才开始知母修一切悦意之下 那么整个的七知的做法一步步的做下来 所以下面大言听这一段的时候 你要闭上眼睛听 要做观 昨天我讲的温思修 要修了 要进去实证了 这是一个实证法 所以通过这些文字的引导 你要生起 该生起什么心的时候 你要同步的震撼自己 使之生 所以这是一个教授 那么首先你要 欲友情修平等心 为什么要修平等心 比如农家耕地 先需整平土地 心地先平 然后由慈心为水 悲心为苗芽才能生长 无地则水不能灌注 无水则苗芽不能够生发 休息之初就要先修平等心 心要不平等 稍有偏移分别 那么所生的慈悲也有偏移分别 平等心有四方面 即行舍 受舍不观察舍 无量舍 行舍就是所造 不善不恶的无济业 受舍就是不乐 不苦不乐的感受 不观察舍就是不加分别 无量舍有两方面 一 修一切友情 无贪嗔等烦恼相 二 对于友情 不生贪嗔心 令自己的心平等 那么这个里面讲的平等心 从四个方面 就是行 受 不观察 无量 这个要行 要舍 就是有舍才有德 行舍 一个是行舍 行舍是什么 就是所造的不善不恶的无济业 把这些也要舍掉 然后受舍是不苦不乐的感受 也要舍掉 然后不观察舍就是不加分别 不加分别就是前面给大家讲的故事 那个流浪汉坐在那儿 他有分别 观音菩萨坐在那儿 他没有分别 所以这个时候 善恶 对错 都要把他舍掉 这就不观察 这个不观察舍 就是不加分别 无量舍有两个方面 修一切友情 无贪嗔等烦恼下 所有的友情都没有这个贪跟称 贪就是贪得无厌的贪 贪下 称是称恨这些烦恼下 第二个部分是对于友情不生贪嗔心 令自己的心平等 首先要从烦恼向上修舍 第二是从不生起贪嗔心 就是你自己对这些友情不生这些心 第一个是这些友情自己的烦恼向没有了 第二个是你对这些友情不生贪嗔的心 自己的心就平等了 所以这里以修次中篇修法 需修后一种 就是不要对所有的友情对象生起贪嗔心 那么下面你要观察了 先找一个对自己没有利益和损害的中庸友情作为对境 后因远景过久 可能会对中庸友情在某些方面也产生贪嗔 这种贪嗔也需取出心才平等 对于中庸友情修的平等之后 再对亲友而修平等心 光想无始以来 他们欲我视亲视愿不定 每当对他们产生一份贪质 就立刻将这种贪质熄灭 从而心中得平等 然后再对冤地修平等心 也观想无始以来冤亲不定 就能灭出秤亏心就平等了 下面就引导大家 第一个所谓的中庸友情就是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善也没有恶 可能是你中间的一个朋友 普通的一个朋友 但是这个象要生起来 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对你也不算好也不算坏 这么一个人物的象在自己的心中把它生起来 然后作为一个修炼的对境 你们现在可以观 那么观它是什么呢 就是你观察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会生起贪跟秤 贪就是爱恋 赞叹 张三对我不错 他某些方面对我挺好的 这就是贪心气 就是说那天他做了个事我看不惯 这个人也是怎么会有这种 这就是恨恨心气 所以你找这个人 你自己比较熟的朋友 但是他也不是你什么亲人 也不是你的敌人 也不是你的冤家 你来观他 观他好的一面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好的一面起的时候 把他舍掉 这是修平等心 平等舍 然后把他舍掉 不要去执着 他对我挺好的 不要执着 然后观察他不好的一面 还说那一天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也不对 这个人德行也很坏 这个恨恨也把他给舍掉 所以这个人 这就是庄庸有情 就是对你不是什么有恩的 也不是亲人的 这么一个平庸的人 中性的人 那么把这个观察了 这个叫经常的起观 经常的起修 所谓的观 就是把自己的心上面成像 之前给大家讲的观想法和想象法 想象法是抽屉里没有一百块 你想着有一百块 观想法是抽屉里有一百块 你心上呈现出的那一百块的影像 所以你要找一个自己熟的人 来观他的善跟恶 对他的善不贪 对他的恶不称恨 我们因为见别人的恶 就会心生称恨 心生烦恼 见到别人的爱 对你的爱 你就会心生贪主 因为你看他善的那一面 你就会贪着他 把他舍 这个叫修平等舍的第一个对境 第二个就是好了以后 现在修亲人的平等性 那么这些亲人或者是你的爱人 夫妻之间 或者是你的母亲 或者是你的什么最亲的一个人 那么你对他好得不得了 那这个时候 那就是要用什么来对治呢 要观想 那么世亲世愿也不定 比方说夫妻之间 爱得不得了 也有坏得不得了的时候 相互打架 骂的那个时候 骂的时候也很难听 动手打的时候 更是穷穷极恶 所以这个是对亲人修平等舍 然后去掉他那个贪值 对他的这种贪恋 然后就慢慢地洗面了 然后从而心中得到一种平等 不是说他就对我那么好 也不是对我那么坏 也就那么回事了 心就慢慢停了 这是对亲人 对自己身边的亲密的人 亲近的人 修这个平等舍 这种力量很大 当你能够修成功的时候 将来他在遇到 这种可以让你称恨的状态的时候 因为你修过平等舍 你恨不起来 对你爱得不得了的时候 你修过平等舍 你的心如如 修在一种明镜光明心中接受他的爱 不是说不接受爱 是不贪这个爱 因为贪就容易生烦恼 一旦他不爱了 你就开始烦恼 所以这种平等舍的修法 对大家帮助很大 就是他在发脾气 发作骂你的时候 你心清静明了 因为你早都在观修的这个过程中 已经都比这个还恶心的事 你都见过了 所以他当下产生那种像的时候 你不会在意 这里面分两种 一种是对你很好很好 你不贪 一种是对你很坏很坏 你不恨 这是修平等舍 然后下面是对你恨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你的冤底 你想起来就想骂了 想起来那个气就不打一处处 也要观想 观想什么 你观这个人出来 你真恨这个人 见面就想骂 见面就想说他的不是 心里一想起来就是怨恨 你把这个人观出来 那你观出来以后 你观五十节以来 他可能做过你的亲人 可能做过你的父亲 男的可能做过你的父亲 女的可能做过你的母亲 有人说我就恨我的父亲 好 那你就现在把父亲做这个怨地来观 你想他五十节的时候 曾经对你好过 也不是对你那么坏 你也可以想他今生对你好坏 至少你是吃他挣的钱 把你养大的 那么从这个地方观 这个怨对 这个恨 这个底 然后也不是那么回事 也不能一致去恨他 所以他也是有他善的一面 所以这样就对他的恨 这个称恨 愤恨 然后也就化掉了 这就是心平等 然后再进一步的扩大一下 把所有的友情也做平等下 这又包括两个部分 一 从友情而言 无不愿意快乐 厌恶痛苦 所以我们不能执着地只咬一一类的友情 而不咬一另一类的友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喜欢梅花路 不喜欢一群野狼 那这就是不平等了 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切友情 那么他们都是愿意快乐而厌恶痛苦的 包括一群狼 跟一群鹿 你是要平等对待的 他们去猎食 狼去吃鹿 也是一种因果 这个例子还是在那个故事里面 你就是流浪汉还是观音菩萨 你是观音菩萨 你只是见到了自然因果律的一种循环 然后而不生心 不动心 不言语 如果你是凡夫 你不修平等舌 你就会喜爱鹿群而厌恶狼群 那这个自然界的 这个逝者生存的自然生态平衡率 就被你打破了 所以这个就是修平等舌心 就可以十年去维护一个 从因果观上去不动念 不起心 不言语的观法界的因果流转 明白这是源起法 那么因缘生 它有这种东西 因缘灭的时候 这种东西也都没有了 这是对这个友情 那么不能是有分别的 第二是 友情如不曾做过我的父母 又因贪爱谁 还拿这个狼跟这个鹿来比喻 你可能这个狼中的这些狼也做过你的父母 他今生是狼 那你曾经可能也做过狼 他今生是狼 他前生可能是人 也可能做过你的父母 从这个地方对这一类友情 也是生起平等的心 不要去贪爱谁 贪爱谁 所有的把这个拓展开去 无论他是动物植物 人好人坏人 是不是我们同族的 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的 是不是同一种人类的 还是能扩展到整个清虚空变法界的天人 人非人 地狱出生恶鬼道的众生 不要说你下地狱你活该 没有 那个下地狱的众生可能做过你的父母 也应平等地去对待他 不能怨恨他 所以这里面不能够贪爱谁跟贪恨谁 这是第四类的修法 咱们总结一下 这种平等舍心 大家经常回去要观 因为这是后面生发菩提心的基础 你没有这个基础 后面的这个菩提心就很难生起 你先要从平等舍心开始 所以第一类是中庸的 对你也无所谓好 无所谓坏的一个中庸对象 去观平等舍 看他的好不贪恋 看到他的坏不称恨 然后第二种 是对自己的这个亲人 对你特别好的人 也从善恶两个方面 好坏两个方面去观 把那个心平落 不去贪恋 第三个就是对自己的仇人 我们这一世心中有一些东西 总是留下一些不好的烙印 有的人怨恨自己的父亲 生生世世 也不要再理他 去怨恨他 实际上也都是一些因果 那么应该去好好修 把这个你怨恨的对象 做成这个平等舍心的一个修炼对象 然后进一步扩展 到所有的植物 蚂蚁 蚊虫 我们见了蚊虫就想打死它 也要修平等舍心 也要慈悲它 它吃你的血 它是为了它的后代 中国的师兄们 他们都彼此称为菩萨 对方都称为菩萨 有一个菩萨问师父 问满意上师说 师父啊 蚊子老吾咬我怎么办 师父说 舍啊 你让他吃个够啊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对自己的怨恨的 修这个平等舍 不怨恨 他也是为了凡言下一代 但是我想还要补充一句 后面赶紧准备点药膏 就是真正吃了你的血 容易传染疾病 赶紧消炎 然后所以是这个 平等舍心要修 不要怨恨 不要建了这个小墙 拿着喷雾气 就满地儿追 说这个传播细菌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没有平等舍心 可以用驱赶法 那么对所有的小昆虫 小蚂蚁 这些蜗牛等等的 这些不相干的 这些小生命 都要有平等心去对待 把它当成一个人 不可能一脚 把它一个人才死 那这都是平等舍心的一个展现 那么在这种平等心之下 才可以生起后面的 所以是这个 如果对于亲属起贪爱时 也要想往昔 就是过去 曾忽想的原杀 怎么能对他起贪呢 这个有的人爱着死去火来 到死的时候还许下一身 本来另外一个可能修往生极乐了 也被他这一许愿 他一答应爱一生也掉下来了 这就是没有平等性 修行人一定要对这种 所贪爱贪恋的东西 要修平等性 对自己所爱的东西 所爱的人 有情无情都不要起贪 起贪要用平等舍心 来把它修 修到不贪 不拙 不炼 不留恋 所以是一切的亲缘关系 就很快的会转变 就算在一世当中 前仇后仇 前仇后仇者也不少 前面是你的仇人 后来变成你的亲人 前面是你的亲人 后来又反目成仇的也不少 最近我们就看到了 很好的兄弟姐妹 就吵得翻天覆地的 对吧 那么是很好的亲人 最后变成仇人 像这种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 所以是那么 要修平等性 所以是这样想想 就可以知习冤亲赠爱 使心地平等 有人说对冤仇和中庸两类 有情观平等固然是对的 可为什么对亲爱者也应观舍呢 要知道 未修平等舍之前 所有悦意的慈仙 这个要注意 不是不要你有慈仙 所以你不修平等舍之前 所有悦意的慈仙 都是以贪为本质的 修平等舍之后 所产生悦意的慈仙 是以无贪为特性的 而且修平等舍 并不为了将冤亲 都视作欲己无关的人 而是为了遣除对冤亲 所有的贪心和称恨心 将心地修平之后 就修慈心 慈心如雨水滋润心田 有慈才可胜悲 这说了个什么意思 你不修平等舍心之前的贪爱 都是以自私自利 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爱 这种爱是有毒的 这种爱是有毒的 这不能生起菩提心的 菩提心是空性的 是没有染污的 所以是不动的 所以是只有修平等舍 你可以把亲爱的人 也照样的乐意慈心保留住 但是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这个时候你修成了以后 你处处都是为对方着想 没有说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责备对方 要求对方 控制对方 那种自私的贪欲 贪念就没有了 但是你那个慈心还在 你那个爱心还在 但是是利他的 不是为自己的 处处都是为对方着想 不是为自己去控制去占有 所以这个在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真感情 普通的叫私感情 私人之间的感情 那么你修到这个层次是真感情 对他真有感情了 但是这种感情是利他的 所以你真生起这个心的话 你一定会把你的老婆也带来修法的 你一定会把自己的亲生父母 兄弟姐妹都带来修法的 因为你已经是变成一种大爱 一种是利他的 不是站在自私自利的这个角度说 去考虑问题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的不同 不是让大家什么都修得铁石心肠了 爱也没了 不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是真感情 是没有私 所以到那个时候修成的时候 父亲两个都修 走的时候不会说 咱们俩下一辈子还来 一定不会 你会说什么 咱俩天上见 极乐世界去见面去 咱俩在密言净土里 我倒要看看你的密言净土建的漂亮 还是我的净土建的漂亮 那就是真感情了 是一种利他心 让他也解脱的 利他心了 那就是平等舍心修成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重视 不是没感情 不是铁石心肠 而是真感情 但是里面没有自私自利的我在 叫无我 人无我 已经可以完成了 所以在下一步才开始修什么 修一切乐意之下 也就是说你要修菩提心前 先修平等舍心 对这几种对象去修 对着修观修 心上要呈现那个像起来 第二阶段你才开始修乐意之下 那么先从知母开始 大家还闭着眼睛来观 知母的修法 就是想我们从无始以来 所以是温思 我让你想你就要思 那么修就是观修 那么想我们从无始以来 历经无数次生死 你可以像翻倒计一样的 去翻自己的今生 前生在前生 真实地体验到那种 生生世世的生死 所以有过无数的母亲 我们每一次的生死轮回 都是不同的母亲 在无始轮回中 没有未受过的身体 未及未投胎的地方 身体就是不同的六道 六道的众生 那么你也没有没投胎过的地方 在整个宇宙的六道中 到处都是你投生的地方 而没有做过我母亲的 肯定也没有 在这样的一个 好长的好凡的一个宇宙中 一个无始节的一个时空中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 他们不但过去做过我的母亲 就是未来也可能做我的母亲 这样思维以后 则会确信众生都是我的母亲 此心升起后 以下各种心就容易升起 博德瓦教授说 在眼前显今生母亲的形象 从今生之魔可知多生之魔 现在大家心中就想起 自己母亲的形象 有的人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你也想她年轻的样子 那么我们母亲在的 你就观母亲现在的样子 看看自己的母亲的样子 自己能不能升起一种心来 就是知母亲不容易的心 昨天我讲到有个童修讲的 母亲要走的那一天 这个头几天就跟她不停地唠叨 说你知道我生你的时候有多么痛苦 她问我说老师 为什么她老说这句话 我说她是大扑散 她是提示你 母亲生你不容易 你要有知恩心 抱恩心 感恩心 要有慈心悲心 不是我这个母亲不容易 所有的母亲都不容易 你生生世世生你的母亲都不容易 目的是为了你成就 有一个人生 所以说我们要感恩自己的母亲 给了我们的狭门的人生 如果没有这个母亲 我们没有今生 没有现在的一切 那这个是我们从这儿 你心里要生气点什么 母亲已经走了 你应该感觉自己好后悔 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孝敬她的 再也没有机会去亲近她的 如果母亲还在 你观到的母亲是苍老的 满头的白发 然后满脸的皱纹 老胎隆忠 然后生起一种 母亲的时间并不会很多 但是我又不能够天天在前面尽孝 生起这种忏悔心 要有这种内心里要震 要唱 要动 有这种心动 要有这种心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你后面能够生心的一个关键 所以要来激发一下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 这首歌的歌词 大概整个的就是 可以挤发你的这个悲心 慈悲心的这一个 想起你的眼睛 我眼泪流下 岁月的巧温 爬满你的眼睛 上满老街的双手 不再光滑 妈妈 妈妈你有多难 继续在伤 妈妈 要妈妈 你现在还好吗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停下 妈妈来到的花 而且千里 马牵挂 马牵挂 妈妈呀 妈妈 海人情长大乱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我还好 天天就幸福也流着 伤人的泪花 而心间的马牵挂 马牵挂 Zither Harp 想起你的眼睛 我眼泪流下 岁月的皱纹 爬满你的脸墙 掌门老间的双手 五彩光滑 妈妈你有多难 几里百分 妈妈呀妈妈 你现在还痛吗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当了电话停下 妈妈唠叨的话 儿心牵你妈牵挂 妈牵挂 妈妈呀妈妈 还已经长大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一遍就像我眼泪 伤儿的美容 儿心牵你妈牵挂 妈牵挂 儿心牵你妈牵挂 妈妈牵挂 儿心牵你妈牵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上有一种爱 比海辽阔 你就是寒心如梧 把我扬大的忙 为我成风荡雨 让我长大 想起你的眼睛 我眼泪流下 岁月的巧吻 爬满你的脸上 伤满浪尽的双手 不再光滑 妈妈你有多难 继绿白色 妈妈 要妈妈 你现在还好吗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打个电话停下 妈妈来到的话 而且千里马牵挂 马牵挂 妈妈呀 妈妈 爱情长大乱 儿子他想想妈妈 想妈妈 别念着幸福也留着 伤人的泪花 儿子他想妈妈 爱情长大乱 儿子他想妈妈 爱情长大乱 儿子他想妈妈 爱情长大乱 先吝oooo 想起你的意迫 我眼泪流下 岁月的皱纹 爬满你的脸上 掌门老前的双手 五彩光滑 妈妈你有多难 几礼白桑 妈妈呀妈妈 你心在黑头吗 儿子他像像妈妈 像妈妈 大的电话停下 妈妈唠叨的话 儿子牵你马牵挂 马牵挂 妈妈呀妈妈 还已经长大 儿子他像什么 像妈妈 一天就幸福也留着 生儿的美花 儿子牵你马牵挂 马牵挂 儿子牵你马牵挂 妈妈 妈妈 牵挂 好 时间的关系 大家心动了就好 所以我们修行者 要从姿母开始 知道自己的母亲不容易 那么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见效 这份知母的心 永远地激励着我们 为这些如母 一样的众生 友情去刻苦地修炼 发菩提心 那么你们中间很多人的母亲 已经过世了 在他们病痛的时候 即便你当时想去替他受那个苦 你也替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成佛 如果我们已经成佛了 我们就可以向那些大神通者 用同体大悲的方法 把这个母亲身上的疼 转到自己身上来 那么他就不会受那个痛苦 可是这些都激励我们快速地要去成佛 那母亲过世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那么痛苦 我们不能救 我们只有慈 只有悲 特别有那个希望母亲离苦 得乐的那个悲心生气 但是如果是凡夫 我们还无能为力 所以这就更进一步地 启发我们要发菩提心 从知母开始发这个菩提心 这是第一步 并且要知道所有的众生 为什么我们要不要杀生 虽然我们修大圆满 不要求大家全部的吃素 但是绝对不可以杀生 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你面前结束它的生命 哪怕它是一个小蚂蚁 哪怕是一个小昆虫 哪怕它是个温虫 蚂蚁 蚊子叮咛 你不可以活生生的结束它的生命 那这就是什么 你从知母开始 因为她有一生可能做过你的母亲 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母亲打死 你怎么忍心活生生的把自己的母亲杀了还要去吃她 所以佛遮止我们吃三净肉 但是不闻杀 不见杀 不为我们所杀 这是必须这个戒律 我们即便学密法也要受持 所以这个就是从知母知道 一切众生 过去生 或者未来生 都有可能做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忍心他们去受苦 从这个下面再往下看 开始闭着眼睛观 就是要念恩 在修一切友情为母之后就要念恩 如果先依于今世的母亲而修 就要以生起念恩之心 仍如波道瓦所说 在面前观想母亲明显的形象 想不单现在 她无始以来已做过我母亲的许多次 用多次的这样想 她作为我母亲时 救护我远离一切损害 为我承办一切利乐 小的时候给我们吃的 喝的 穿的 在北方天很寒冷 母亲受冻一定会把婴儿包得结结实实的 让她冻不着 母亲挨饿也在过去的时候 生活困难的时候 吃不饱穿不难的时候 一定会让孩子 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去吃饱 还有保护小孩子不让她受到伤害 从开始胎中的时候 她就时刻地守护着我 不让我受伤害 到出生后 胎毛未干就把我抱在怀里 抚摸着我 给我喂奶 为我擦去眼泪 用手擦屎擦尿 用种种的方法养育我 没有厌倦 渴的时候为我吃的 冷的时候给我衣服 贫穷的时候 那个年代 自己舍不得用的东西都给孩子用 而这些财物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劳的 拖着生病的身体也去做工 换来钱财养育我们 所以在我病苦的时候 她自己宁愿替我受苦 想尽一切办法为我去除痛苦和灾难 这种念恩要经常地念 在自己的心中 对着自己的母亲的影像去念 那么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有这三大方面 一个是生育之恩 母亲怀我们的时候足九个月 怀孕中的母亲需要滋补食物营养 做一切可以利益我的事情 并且避开那些对我可能伤害的饮食和行为 母亲辛苦生下我 使我具足狭满人生 所以母亲对我真是恩重如山 生下之后 我不能照顾自己 不能和别人沟通 无法分辨善恶 我无助地像条虫 使母亲慈爱地心疼着我 以慈爱的眼神来关乎着我 用亲密的名字呼唤着我 以双手来拥抱我 用口喂食 用双手清除我身上的污秽 用它的体温来温暖我 奶水喂养我 保护我使我免于水火冷热的清晰 遍刻地分离 它就会牵肠挂肚 习心地照料我 像照料它自己的心脏一般 然后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 他就教我生存的方法和人沟通的方法 童年的时候陪我玩耍 教我读书识字 长大成人后教我认识社会和人生 如何面对苦难和挫折 母亲不顾自己的健康和幸福 总担心我会生病去世或遇到什么危险 所以他为了我去到处的求补问卦 找医生诵经洗灾修法 辛勤地照顾我 以致身形憔悴 舍不得自己享用食物和财富 舍不得给别人却毫不灵喜地给我 这样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总是担心我的幸福 我是他思念和禅修的对象 他照顾我更胜于照顾自己 不止此生 从无始以来 他就多事做过我的母亲 每一次他慈爱地服役我 种种恩德都是难以计量的 在多生中他出生贫困 用祈求来的衣食养我 有无数次他做渔夫和猎人 以造恶业得来的食物来养育我 有无数次他为野兽 为保护我而牺牲了生命 他喂过我的奶水像大海一样的多 无数次他曾经当过我的父亲 为我提供了衣食财富 他也曾为我亲近近亲和远亲 对我有着无可分隔的深爱 他为我流过的眼泪像大海一样多 我无法说尽他对我的慈爱和帮助 即使用全世界的黄金 也不足以报答他的恩德 这样思维修息不仅仅是空眼 而要生起念恩之心 然后与父亲等其他亲友 中庸乃至仇冤 按顺序都修知母 就是对于亲眷中庸 怨家都观想为母亲 对于一切众生也先修知母 这样渐渐扩大范围的修息 那么接下来要报恩 怎样才能产生报恩心呢? 应这样思维 那些一做过母亲的友情 为烦恼困扰 心不得自在 有苦疯癫 又没有发现真理的慧眼 也没有能引导的善知识 时刻都在为恶行所损坏 总在生死轮回 特别是在恶道的显处犹大 所以说我们今生虽然是人 但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 可能很多都在三恶道中 在地狱中受着折磨 在恶鬼道里受着可跟恶的折磨 在畜生道里面被别人奴役着 被别人剥皮抽筋敲骨 这些痛苦 那么都是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报恩 使她从这些地方出来 母亲这个时候 生生世世的在这些恶道中受苦的母亲 唯一的期盼就是 这些我们今生是人的孩子 她希望我们这些孩子去救吧她 我们也应该去救吧自己的 在三恶道中受苦的母亲 这样就下定决心 要用救吧她们出苦海的方法 来报答她们的恩情 至于报恩的方法 那些世间一切的衣食供养 也属报恩之一 但这些都是有漏之乐不究竟 母亲过去也曾得转轮王等果报 而这些享乐都转瞬即逝 我今预报母恩 因使她们得到究竟的快乐 世间一切都被称为乐的东西 她们的本质其实都不离苦 因为她们属于行苦 未脱离行苦 三一时享受似乎是乐 立刻又变成苦 母亲因烦恼而相互争夺 获得恶苦获得寒苦 我继续给她们衣食 也不过暂时的救济 甚至可能因此一始又造成辛苦 这样报恩不是究竟的 那究竟的报恩只有报以涅槃无尽之乐 也就是希望自己的生生世世的母亲 都能够做佛 永远地解脱六道轮回之苦 那么从报恩下一步就是修辞 修辞的对象是包括六道的友情 六道这里面包括地狱 畜生 恶鬼 人 虽然是人 他也是很多的不如意 所以也是我们修辞的对象 还有天 天道的众生 阿修罗道的都是我们修辞的对象 修辞的形象 修辞的功德 供养佛功德为最大 三昧王金中云 以各种供物 经无良节供养 诸刹土佛的功德 不仅修辞一分的功德 也就是说你用很多的东西 宝物去供无量刹土的佛 还不仅你修一分的辞 修辞的功德是很大的 文书《庄严刹土经》 占修辞的功德说 与东白语有大自在王佛 他的世界叫千庄烟 如果比丘入灭尽定之乐 诸友情也会有此乐 但这个世界经百千居其岁 修行的凡行者 如果与谭子庆对一切友情发起慈心 比前面比丘入灭尽定的福德还要多 何况昼夜都怀有慈心 宝漫论也说 每日三时中 施使三百贯 不给虚一庆 慈或辅一分 天人当起慈 彼等亦守护 亦乐及多乐 独谢不能损 无力或大力 当生凡世间 舍未成解脱 一德慈八德 慈有八种德 修慈有八种德 这八种德是天人静 天人护 心安乐 身安乐 毒不能伤 刀杖不害 事不劳成 生于凡世 有慈心的人 人天对他都起慈心 都归养于他 佛也是以慈地拜了魔君 所以成为最圣守护 迷了本事说 某一地方如果有人修慈心 各种灾难都不生 修慈的慈地先亲 赐忠庸 然后仇怨 最后一切有情 发誓令有情得乐 乐又分有乐无乐 有情连有乐之乐都得不到 是由于无善法以为乐因 如果多于三恶道不丹无乐 反而受苦 由于有恶法以为苦因 所以欲苦因苦果怨其远离 乐因乐格怨其得道 不断地思维有情 没有暂时和究竟的安乐 慈心自然会生起 再以种种作义而思维 入行论 《华言经》 《石灰相品》 全为修慈的方便 应以此去思维 慈心之量 应入慈母见到爱子并欲的欢喜之心 任运生起 推着一切友情 都会有这种心情 慈心是给乐 给众生以乐 这个众生是包裹了六道众生 不只是我们这个人道 慈心起了之后 于乐之心生起之后要修悲 悲心智慧重要 如有悲心 则佛法记在掌中 为学习的方便 先修慈后修悲 在心中的生起 则没有先后 也就是学习的时候 从次第上安立 是先修慈 先娱乐 后把苦 但是你在心中生起的时候 可能先是悲心生起 然后慈心随着 也可能是慈心生起 悲心随着 所以这里面 在自己修的过程中 他没有这个先后 悲的对象 值一切受苦有情 苦字包裹很广 圣者菩萨也有苦 但是没有苦地 生缘有苦又有苦地 如阿罗汉 唯有余涅槃 未能以余无允相离 能有幸苦 菩萨淡出霍业受生 所以没有苦地 因悲悯有情 在生死中生极艳丽之心 所以还有苦 修悲的形象 初念形象 中发愿形象 后负责形象 慈未念有情 无乐者得乐 卑未令有情 有苦者离苦 也就是修悲的这个形象 最后要念形象 就是自己的心相续中 会映现出这些苦的这个景象 那么接下去就要发愿 发愿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有发愿形象 然后最后要帮助他们 想尽一切帮助他们 这是自己的责任 你必须负责任的去做 做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 这就最后是负责形象 说修悲的次第与修辞相同 先愿亲者离苦 再者中庸离苦 后者冤愁离苦 最后是一切友情都离苦 冤愁离苦得乐 君要先修平等舌 否则不能生起 前面你要把这个在修平等舌心的时候 要把这个冤家对他的称恨 化成平等心 否则在这个时候你修冤愁离苦得乐 不能够生起 这样按照次第意义修洗 是莲花生根据阿提达摩所教授的非常重要 若不一一分别修 立刻修一切友情 貌似生起悲心 其实是一无所生 至十方友情 也要先圆东方再圆南方 然后至十方 但最初亲中怨及先舍后悲的次第一定不可欲业 修悲的方法 凡观苦 要嫌从粗分入手 如先观三恶道苦 再观轮回苦 这个顺序也不可以超越 例如行苦就属细分 如先观行苦 就难生起悲心 悲心之量 如修刺篇说 如果最喜爱的独自受苦 母亲就无法心安 这种反应是自然而生的 悲心一生其者 对于一切友情的苦恼 都如母亲对于独子任孕而转 渐渐如其本性的 自然而然的生起悲心 如观察修 开始是由异业造作 就是说你开始要作异 你的大脑要跟这个悲相应 那么刚开始是在意念中修 到后面是智能相应时 则能任孕而起 前面只是在意境中 意识中修 那后面是当事情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马上就相应了 那这就是 马上就是任孕而起了 所谓任孕就是相应之一 如本性而转 就是见友情受苦 如同自身受苦 这就是如其自信而转 比如自身觉得轮回是苦 悲心圆满者 必然圆一切友情都有悲心 不仅圆一两个友情 其修习之法 需先了解悲心的意义 再对少数友情意义而起作义 再对一切友情而起作义 再入慈母对于独子之苦 再入常人对于自身之苦 任孕而起 随时随地地现前 达到自然无作的境界 这就是大悲的圆满境界 不仅仅修悲要这样 修无常出离心 实心等一切法也要这样 先解义再造作后无作 若不根据其意义而作义 就会堕于无音边和常边 达到巨量大悲非常重要 因为不知悲心应达到什么程度 往往会轻易地自诩为有大悲心 因此对于菩提心就不能确测地认识 宗喀巴大师对此特别的叮咛 常人的悲心为偏执之悲 对自己的苦及粗重苦 比方说你见到宰杀牛羊心不忍 对自己的苦及粗重苦才会生起悲心 那么巨量大悲是菩提心的最要根本 如果悲心未巨量 就会对菩提心的生起产生障碍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什么天灾人祸 那你的心有没动 如果只是当着一个新闻看过去了 只是一个报道看过去了 那实际上你的没有相应 假如是说你的亲人在这次车祸中也出事了 那你就会相应 你只是看了这个车祸 看了这些报道以后 你心没动 那就证明你的悲心没有生起 这个叫无言大词 同体大语 所以悲心什么时间巨量了 巨量的就是你见 听 触 这个六根所接触到的 你都会生起悲心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都会生起悲心 比方说我有一天打开Facebook 看到一个宰杀鱼的一个镜头 他们一个录影 说一种什么鱼特别的好吃 他们在做这个视频 在做仙台 那么我就看不下去 又剥皮了 又怎么样的去弄内脏了 那个心就疼 所以你不是不要看 是可以看 但是你看的时候 你的心在做什么 你反复心说 这样做很好吃 那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始祖的混蛋 你连慈心都没有 不要说悲心 你怎么可以见杀生喜呢 你见了 无所谓 没心动 也不行 你不是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 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 心疼得不得了 坚持把它看完 为什么 要那个疼 要使你的心相续在菩提心上 不是要看了马上躲闪 躲闪 那也不算数 你还有个怕 有个恐惧 所以借那个 把自己的那个悲心生起来 就是这个鱼怎么这么可怜 那么就去它念几句往生咒 心里发愿 愿它下一辈子 就这样的解脱的当下 不要再在六道中了 能不能在静光中解脱 大家修着中阴解脱法了 要知道那个次第 慢慢的我们将来会引导大家 懂得了 懂得了你自己的意识上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这个对象 中阴解脱 不限于人 也不限于你的亲人 限于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在中阴中的众生 都应该生起这个悲心 让他离苦得乐 所以通过这些日常的东西 那么大家就是要练自己的菩提心 从悲心 慈心到悲心 这样生起 那么接下去修什么 增上意乐 修增上心是在愿众生离苦得乐之后 还要愿承担起让他们离苦得乐的重担 叫何丹如来家业 真正要挑起这个重担 这种心极坚决 毫不退位 此心是由悲心增上不宜所致 所谓称增上心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责任很重 我们如果是活着 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扭转人类的文化 还以现在的文化趋势去作为导向 把整个人类导向出一种魔鬼一样的形象 魔鬼一样的做法 然后人类 投生在人类 这些如母的众生 哪里有什么希望 所以让大家为什么跟我一起发心 创造在古文化的基础上 借助现代科学文化 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新文化体系 那么变成一种文化的东西 才具有全球引导性 而不是创立一个新宗教 那么就可以被所有的宗教使用 所有的文化教育使用 帮助所有的人类回头是岸走向一个政府 这是一种担当 有人会笑话 但是你真正生起菩提心的人 你不会笑话 你会参与 没生菩提心的时候该我啥事啊 这种教育我们怎么能改变得了 我们又不是政府 我们又不是联合国 我们怎么可能去改变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菩提心没有生菩提心 为什么 你没有增上意乐 你没有担当 你没有责任心 你看到问题了 你不想解决问题 你也不敢去担当解决问题 作为这一个骨干 所以这就是增上意乐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极坚决 毫不退位 谁不干我都干这个事 不能够耽搁 因为只有转了人类 转了人类的思维 转了人类的意识 转了人类的行为 身口意都转了 我们的自然环境就得到维护了 自然界就和谐了 不去伤害动物了 不去伤害植物了 不去伤害地球的环境了 回归一种淳朴的自然和谐的共处 共生的一种状态 否则人类作恶多丹 就在毁坏着整个宇宙的生态平安 这个地球的生态被毁坏了 和地球相关的共生的星系一定会被毁坏 这样阔而远之 那么我们的责任很大 所以这个不要退位 这是一种增上意乐 此心是由悲心增上不宜所致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众生受苦 看到这些众生迷途不知返 还向着错误的方向追逐金钱 追逐名利 那么不忍心 所以是这种悲心所致 悲心不停下来 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增上心 此心于修报恩时也能升起 世间利的母亲自己也能获得 为了满足我报恩的心愿 只有令诸母成佛 这样也能升起增上心 然而终不如修悲后所生的增上心力量大 所以我们看到宰牛 宰羊 鲨鱼 这些影像之后 你的悲心不已 人类如果从自己的意识不转轨 行为就不可能转 言说的说教也不转 身口又都不转 遭罪的是更多的罪苦终生 这又整体地转了 人这个族群转了 其他的生物界就有希望 这是一种从大悲心中升起的一种增上心 并且这种力量很大 别人再怎么笑话我们 我们都要干这件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我们认知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了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大家听过鱼公移山的故事 鱼公一家人用扁担挑土 要把挡在自己门前的大山衣走 结果谁都笑话 那座山那么大 然后以你一家人的力量 怎么可以把这个山给担走 鱼公说不要紧 我担不走还有儿子 儿子担不走还有孙子 孙子担不走还有虫孙子 只要我这个血脉生生不息 延续下去 这座大山它不会长 总就会被担走了 结果感动了山神 把山飞走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有不可能的 我们不是孤立的 实际上诸佛菩萨 当我们蒸发了这个大菩提心以后 刚才讲了 慈心就有八德 天人护天人柱 就刚才上面讲了 是需要我们有一群发心的人 发了慈心的人 生起悲心的人 然后生起增上义乐心的人 来核担这个如来佳业 核担整个人类使之转轨 回归正途 然后终究解脱 不在六道中去造作 不在六道中去生死轮回 这是我们这群人要做的 我们真正培养的老师 要有这种心 要敢于担当 不是为自己活着 不是为自己的有多出名 自己也好像户口里 存了多少钱而活着 那是没有意义的 那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那也不是真正的增上义乐心 所以是增上义乐心 那么就是从这个大悲中 这个力量的 在修报恩时所生的增上心 不过是一种怨心 而修背后所生的增上心 才是决定心 因为报恩心所引发的是悦意的词 悲心所引发的 为菩提心 由这个悲心之后 增上义乐以后 成就了菩提心 所以两者不同 前者例如买物见物时 其欲买之心 后者如同一付钱买物 其物亦属于我之心 就是非我莫属 我非得干这个事了 这就是菩提心 修增上心 不仅在坐上修 在坐下的一切行动 这种言谈时都要休息 刚才讲的是观修 从悲心 要观起来 要何担如来家 也要担责任 这个是在坐上 打坐的时候 修法的时候 来观 这个叫观修 在坐中修 那么你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这样 也就是要相应 见到一些可悲的 悲心就起相应 悲心一起 责任心就起 放生 放生是一种什么力量 放生就是从悲心 升起的一种增上乐性 我不放这个生命 马上他就会被杀 所以我不忍他被杀的那个惨状 悲心升起 然后出资 出钱 买下他的性命 把它回归大自然 那这就是一种增上乐性 这就是真干了 这就是菩提心中做的一件事情 那他就变成功德 这种功德力十分大 他就可以帮你去掉很多伪缘 伪缘就是违背你的心愿的一些缘分 不是顺缘 是违背的意思 违背你意志的缘 顺缘就是顺着你的意志 心想事成的缘 所以是这种放生 由自己的这个大悲心中升起的放生 那这个力量很大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组织放生的机构放生 他不是这样宣传的 他没有从大悲心 生起这个意乐心 生起菩提心这个方面教育 他就是什么 你放生了 你可以马上你的这个事业就顺了 马上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想要的东西了 那这就把一个殊胜的一个 从大悲心生起的一个意乐心 变成了一个食素心 一个贪心 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 大家要记住是从菩提心中做 就是功德 从食素说教心中做 就变成世界法了 就俗不可耐了 所以在这一点满意上 也特别强调 就是发心清戒 发心清戒 所以在我们三修一化里 修心为上 性命双修 然后清心消业 这个修的什么 就是发心清戒 什么叫发心清戒 就是菩提心就是发心清戒 就是我为力的一切友情都成佛 我必须做佛 从这个菩提心中做任何的世间法 你都是功德 所以为什么我们懂得的人 真生起菩提心的人 可以用三年五年来成佛 是因为你每一个世间段都没有浪费 你哪怕是一个工程师 你升起菩提心以后 你在这画图 在督工 在建工 这个时候 用菩提心在做这个世间法 每秒钟都在做功德 每时每刻都在做功德 因为你在尽职尽责 没有说为了多拿工资 我多干一点 工资给我少一点 我就少干一点 那就是实俗的行 所以我尽职尽责 我即便不给我钱 我这份责任是我的 我在这个岗位上 我必须去尽职尽责的做 至于工资给不给 那是后面的事情 我没有为了这个薪水来做这个事情 我就是为了这个 应该做好这件事情 而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菩提心 这就是担当 这就是我们五德中所说的义德 你必须负责任 不能够忽悠 所以是这个方面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不仅在坐上修 还要坐下的一切的行动言谈时 都要休息 这个时候你把你世间法的事情 都当成一种责任心去做 而不是当成一种被迫无奈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龙树菩萨说 愿一切有情的罪苦在我身上成熟 我的功德在有情身上成熟 一切修行的方法都应是这样 所以只要立了有情的 我统统要去这样做 有情的所有的痛苦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都愿来成熟 而不是怕成熟 有的人不敢跟鬼打交道 我问为什么不敢跟鬼打交道 因为怕沾了鬼气 完全没有利乐友情的心态 完全是自私自利 不敢担当 做一点事怕对我不好 我帮别人治了病 病跑到我身上了 对我不好 不要去做 这些都是没有真正发菩提心的 所以大家从这个方面担当 不要去害怕 不要什么都不敢做 那你就没有真正的菩提心 你就不是一个真正何丹如来家业的一个真修行者 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真正的菩提心 愿一切有情的罪苦在我身上成熟 愿我的功德在有情身上成熟 一切修心的方法都是这样 这就是书生的菩提心 所以什么都怕 怕我怎么样了 那这个都不是 七因果前三者是生起利他心的因 慈悲增上意乐是真正生起利他的心 这三种心不仅在坐上正修时可生起 还需于下坐一切言谈行动中修持 譬如苦树枝干根干枝叶都是苦的 不是几中糖水冲灌就能使它变天 我们身心都充满了烦恼 也不是一二次的慈悲增上心的休息就能转变 所以应于一切言行中不断休息 这个增上意乐心前面的慈悲心 要不断地去加强不断地休息 不是光上座的时候去修 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这样去耽耽 就是这样的去作为 所以下面是修求菩提之心 修求菩提之心前面所说的次第修完 若见利他需得菩提 孙也生起欲得之心然而还不足 若对佛的功德先增长起信心 然后产生成心要得到这些功德的愿望 为了自己的快乐也非得佛制不可 这样就会产生坚决求菩提之心 也就是前面这些你有增上意乐了 你想这样去做了 你想担当了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之前我讲过了 你要去救人 你会不会游泳 说不会 不会你就是瞎折腾 你虽然想去担当 心是好的 但是会做坏事 怎么样才能把前面的慈悲增上意乐 统统变成真实的果的东西 能够做到的东西 那么你必须要有大的能耐 你必须有大的能耐 那你就要成佛 所以最后在修求菩提心上面 你一定要即便是为了自己 也非得佛制不可 非得真佛不可 七因果中前六为修求利他心 后一为修求菩提心 利他心以勇猛核弹的增上心为主 增上心又需先有巨量大卑 巨量大卑又需先有巨量悦意的慈心 巨量悦意的慈心又需修前面的心 所以前面心是后面心的因 增上心勇猛升起之后 才能升起希求菩提心 因为众生要用合法才能得度 只有具备的一切种智才能知道 一切种智也就是能以一种智 知道知一切道知一切种 所以名一切种智就是佛之智 一切种智为佛独有 要得佛的圆满智慧必须断尽所自赃 由此引生希求成佛学佛的决定心 再简言之 由生起勇猛增上意乐而生起圆满菩提心 其方法是由思维佛的三页功德 三页就是身口意 生起信心 再由信心生起求佛位的心愿 这是果地的佛位 这种希求佛位的心愿非修不生 你光想成佛你不修怎么能够成佛 修这种心愿使它生起之后 还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只是有造作的相似菩提心 前期是相似 必须等到久修成熟这种心愿 能润运生起才是真实菩提心 所以大家要在这个地方好好地下下功夫 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菩提心 足止你的心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了一切种智 得到了法界体性质 这个时候你开始用大脑思维 你就把第七意识变成了平等性质了 刚才修平等性质 是在菩提心再往下 把你怨底你的亲人还有中庸 还有一切友情 那么用平等舍的方法就修成平等性了 所以要思温思修 在这个时候思 是在菩提心的前期下修 这个用大脑 用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就平等质就展现了 在这个时候把第八意识转 把这个八识库中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了大圆镜质了 菩提心升起以后 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制 是在种性质的作用下 所有的东西观察极细 妙观察制 我这次陪师父到香港吃饭 吃饭的时候 最后福源上一个锅盘 是上了西瓜 他们为了公平起见 每一个盘子上都有一个白的 就是有皮的 为什么? 不甜 你不能上的都是中间的一样 那皮给谁吃? 有皮的 这个我看师父牌里也有一个 我就偷偷地把它换了 我就把白皮的拿来 我给他换了个红芽的 也是三块 不然他多了他不吃 他看你捣鬼 你怎么都给我了 你不吃 他也是三块 我也是三块 不过我是两个有皮的 他是一个都没有皮的 我就这么一个小动作 我看他没看我 也没表扬我 我也不希望他真心地要做这事 侧候师父 结果回到加拿大 他吃饭的时候 师母在旁边 他就夸我 他说这个弟子不错 很有心 然后三块西瓜 有一个白皮的 他给我换了 当时师母的面说 妙观察制 他在跟人聊天 他知道 所以是第六意识转了 妙观察制 所以不是不用 通他要转 这个前五十变成成所作制 成所作制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到了这个层次 你才知道师父他是恒常地在菩提心中 清净明了 八十同时都在作用 八元净制 平等性制 妙观察制 成所作制 同时在作用相应 看你要什么 他就展现什么制来应对你 所以大家要从发菩提心开始 为什么满意上师一致强调 发心清净发心清净 我们经常发心不清净 里面老有我 动不动我就沾进去了 动不动我的东西就冒出来了 能不能无我 能不能清净 就是看你真实的 从这个慈心悲心 然后到增上意乐心 到真正的菩提心生气 这是十分关系 这是成功的诀窍 前面阿底侠尊者也讲了 什么是心药 什么是成佛心药 后面的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 大圆满次第都不重要 这是根基 如果菩提心没有 上面你修的越快 越可能成佛 昨天给大家讲了 很多的修升起次第的 本尊相应法了 结果他在恶鬼道也长得跟本尊一样 为什么他修本尊很用力 结果他没有菩提心 他跑到恶鬼道去了 他有没有法力 有法力 有跟本尊一样的法力 但是在恶鬼道的大恶鬼 有法力 有本尊的法力 但是他没有成佛 没有成佛 所以这足以引起我们重视 就是你不要急着去修本尊 也不要急着去修道次第的东西 气脉明点 我们回来补课 要好好地把这个菩提心生起 菩提心生起了 清醒发现 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充满着一种力量 那是因为你在担当 你要为众生的解脱在担当 那种力量是一种极大的驱动力 所以你不会累 你也不会抱怨 不会来抱怨说 我这几天很累啊 我最近很累啊 那就证明你还有我在里面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增上意乐心 也没有真正的大悲心生起 真正的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我哪里会感觉累 没有怨恨 没有怨言 就是做过了就做过了 这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而这是增上意乐心 担当心 就是我要敢 没有动不动说 老师我不要干 我要修三个月的假 修好了我再回来 你没有增上意乐心 应该你干的 不是我要干 有的人来问 老师我到这来 能干什么 你要我干什么 我说你又没搞错 是你要做什么 还是我要做什么 是你要做什么 你自己说你要做什么 增上意乐心 有增上意乐心 才生起了真正的菩提心 哪有什么 老师你让我做 我绝对给你做好 我不让你做 你要不要做 现在谁不让我做 我现在要做的事 我都不干 你不要做 你去休假吧 我难受死了 一天没事干 难受死了 就觉得这个太亏对了 亏对什么东西了 因为它有个菩提心在作用 今天没事干 赶紧找书看 赶紧学习 不能浪费时间 不能一下子就这么一天就没了 这个是增上意乐心的作用 不知道累 有人会说 老师你累不累 我说我不累 跑来跑去也不累 为什么不累 因为是意乐 自己本身做有乐趣 要想做 你们有没有生气的 你们做老师有没有生气的 做骨干的有没有生气的 那你没生气的 你就没有菩提心 你就不清静 你里面有我 有思 没有真正的大悲 没有真正的大慈 所以大家发心清静 发心清静 成就的就很快 学什么法很快就成了 为什么让大家回去180天 这个补课 180天好好修这些东西 真修好了 后面你观什么本子 立马就是 为什么都在菩提心中自然展现出来 自然化生出来 诸佛菩萨 那么你是一张白纸 它加持你就太容易了 它绝对把它的影像往上一copy 你就是了 结果你有我 不清静 有染污 所以它把它一copy 还有个张不生的影子在那 又飞又胖 太难啃了 诸佛菩萨长得都太帅了 他就不是 非得把你这个又飞又胖的东西拿掉 然后塌上去 就是又美又漂亮的诸佛菩萨 所以这就是菩提心 这就是清静性 这就是无染的清静性 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大家在整个的修学过程中要重视 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能讲到这了 剩的部分争取 明天快速地 因为今天有待法 现在还是闭着眼睛内 关一下自己的胸腔 关一下心灯 中央心灯 五方灯 前后左右灯 放一下光 关一下自己的下腹腔 关一下那个红光珠的旋转 关一下这个下面的火焰的熊熊燃烧 这个四面八方的呢 通过毛孔螺旋着 凝聚在自己的下腹腔的正中央 那个红光珠里面 凝聚成一个点 一个红点 抽进去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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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